图,达致影像,连名为自由俯瞰,清晨,照例来到阳台替盆栽内的浮身窝具浇灌,忽然发现一只冻伤脸式的蝙蝠,我蹲伸,睁大好奇双眼,丁氏朴福瓷砖的访客,原来是一只东亚家福,立即上网查询,请教曾经照顾过幼幅的友朋友如何处置。 我观察这只拥有一双大耳与可爱猪鼻子般的小宝贝,身体确实还在轻微颤动,尚未死去。 戴上手套,持拿毛巾包裹,准备温水温奶。 蝙蝠已经长出乳白嫩芽,身上覆盖柔软出蒙的黑鹤绒毛,刚要卖入成符。 没有适合的虫笼,便用塑胶牛奶罐当作极难容器,凭泄气身,两侧在脚洞钻入容易抓握的布条。 朋友说,蝙蝠应该要吊挂。 不知为何,我觉得这句话富含深意,吊挂的世界和其不同,尝试用吸管喂食牛奶,蝙蝠精神不济,缺乏胃口。 大胆心细将蝙蝠置放左手掌,右手轻抚。 蝙蝠争住精亮黑瞳,张大嘴巴,那副抱怨的模样仿佛在说,走开走开,别吵我了。 喂食几口水后,预备让蝙蝠掉挂,只是手桌,不小心让蝙蝠腾空掉落。 蝙蝠肚腹腹朝天,嘴巴呲牙咧嘴简直就像抗议我的不敬无礼。 只喊抱歉,再次进肾捧起,确定蝙蝠的爪子抓稳不挑,才逐渐收回称吃双手。 骑车去买面包虫,回家时,发现受冻的访客已经失去踪影,或许早已飞出窗户。 有些揪心,然而我知这是不必沉溺的情绪,学习静默祝福一切自然生死,以及学习守护。 清晨,照例来到阳台浇灌风寒一夜的菜书,绿意盎然,仿佛告知天冷也无需担忧。